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地方长辈能了解 如何在第一时间辨别假讯息 长期关心地方大小市的 沁宁港督有限电视 特别深入社区 以在地媒体经验 面对面的跟长辈交流分享 让参与的民众 纷纷比起大拇指赞长不已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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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高龄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长辈 他们也经常使用手机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辨别 我们的手机资讯的来源是否正确 那也感谢我们在地的地方台 我们的港督青年有限公司 提供我们社区长辈 这样一个媒体辨识的课程 来教导我们的长辈如何去辨识 这个讯息的真伪 免得把假的讯息不断的 透过自己的手机 不断的传播出去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青年有限电视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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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中博士大 知道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 APP的讯息 如果去判读真的跟假的资讯 如果对着假的资讯 忘记转 忘记车 要透过关注去了解 真的讯息 你要分享 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的亲戚朋友 可以分享你的信息 可以去了解 长辈们专注的学习手机操作方式 还担心怕遗漏了重点 拿起笔记本记录步骤 工作人员掩耐心的教导长辈 希望对于手机上讯息的来源与分辨 可以有效在第一时间了解 也不至于散播 成了假讯息的加害者 有啦 我现在有增加一些尝试 我去判断 比较谨慎 比较调 比较调 等一下 比较麻烦 就要丟一下 看是真的假的 不论是从讯息的来源判断 到常用的拍照功能 福山里长辈们都像乖巧的学生一般 认真努力学习 也开心表示 媒体试读的课程运用到手机科技上 真是帮了自己也可以帮到亲朋好友 来一起担任假讯息的主角者 福山里 媒体是独占 记者李佳龙采访报导